第一枚金牌来自男子男拳男棍全能 代表广东代表团出战的选手黄光源 在男子男拳男棍拳的比赛中发挥的非常出色 以0.01分的微弱优势获得了这个项目的金牌 那么广东的另外一位选手 吴南呢是排名第四位 广东队在昨天进行的男子男拳男棍全能的比赛里有冲金的实力 在首相男拳比赛结束后 广东队的黄光源落后广西选手欧夏生0.02分排名第二 在昨天进行的男棍比赛中 排在第十一个出场的黄光源动作有力流畅 腾宫动作都能稳稳落地 他出色的完成了这套动作 让他获得了9.83分的高分 能否获得这枚金牌就得看主要竞争对手 广西对欧夏生的表现了 欧夏生在比赛里也能出色的完成各种动作 但在表现力上还是有所欠缺 最后他得到了9.80分 这样黄光源凭借南棍的比赛 获得总分19.61分 成功反超欧夏生 以0.01的微弱优势 拿下这款男子男拳全能的金牌 广东另一名选手吴南排名第四位 非常的完美 他这个这两项下来 今天顶得非常大的压力 能够在把握住现场 发挥出他最佳的水平 说一说今天上午进行的全运会的武术比赛 那么在今天上午进行的武术比赛 男子男拳和南棍全能的比赛中呢 广东选手黄光源是以0.01分的微弱优势 为广东队又拿到了一枚金牌 那这枚男子男拳全能的金牌呢 可以说是浸透了咱们广东一代男拳人的 全部的心血 那也是为咱们广东男子男拳呢 圆了四年的全运吗 没错 那么男子男拳可以说是广东队的一个传统优势项目 但是在实运会的时候 他们却丢到了这枚金牌 那么这一次可以说 他们终于又是扬眉吐气了 今天是广东男拳八年来的一个大日子 因为五彩宝和黄光源 要向丢失了四年的男子男拳冠军发起冲击 尽管男拳比赛是在十点钟才开始 但是八点半队员们就早早集中在这里 队员们相互都没有说话 只是默默地准备着 气氛显得异常的凝重 只有无意义还有一些笑容 因为他殷伤退出了今天晚上的女子男拳比赛 一向乐观的他也预测了 今天男子男拳冠军的归属 冠军啊 黄光源 现在站在前面一点 黄光源在昨天的比赛中 只输给了欧夏生0.02分 暂时排名第二 而老将吴彩宝在昨天的比赛中出现失误 指明列第十一位 所以今天冲击广东男拳金牌的重任 就落在了黄光源的身上 主教练何强在赛前紧跟在黄光源身边 时刻嘱咐他要注意些什么 而黄光源也总是表情严肃的听着教练的指导 那有时候说有可能冲净的 那是他是首选第二套 因为我想给多点鼓励支持给他 我要怕他 因为出在这个位置会过于紧张 会造成产生的发挥 会出现失常 所以我还是要尽量给多点鼓励给他 还要读出他在活动上要给我的活动开点 再跟进一下 为了这块金牌 广东已经奋斗了四年 结果也即将揭晓 教练员和队友们显得比黄光源更加紧张 在比赛中 黄光源的每一个动作都得到了观战队友们的呐喊助威 黄光源不容使命 一套完美的动作征服了裁判的心 得到了9.83分的全场最高分 而他的主要竞争对手 欧夏生在随后的比赛中得到了9.80分 输给了黄光源0.03分 这样黄光源以总分领先0.01分的优势 为广东夺得了这块 判了四年的金牌 今天特别开心 就是说总算就为我们广东男权组 就争口气吧 就这样说 我这块金牌其实不是我一个人努力 是很多很多人的努力 教练领导 要朋友支持 医生 后勤 一起才能拿到这块金牌 男权本身就是广东的传统项目 所以说男权能够再次获取全运冠军 给我们也是大大的激烈的士气 对以后下一步的男权的发展会起来非常大的一个生存作用 挺非常开心 虽然说这块牌最终不是我拿到 但是呢也是我们广东拿了 我的师弟拿了 所以不管我们谁拿都是我们广东 我们男权的一块金牌 丢了八年 总算又回到我们手中了 非常不容易 黄光源的最后夺冠 也代表着广东男子男全队 终于圆了长达四年的冠军猛 我们希望这不是个精彩的结束 而是个崭新的开始